大家好,我是小鸡 求职从来都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大家拼了命的读书、考试 毕业之后写简历、投简历、面试 贵的就是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或者公司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除了求职 辞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 网络上有不少关于离职的贴文 有人不知道怎么开口提辞职 有人说自己想辞职却辞不掉 甚至有人把辞职的那种 既紧张又害怕被拒绝的心情比喻成表白 不过现在大家不用担心了 因为奇葩的日本人又有了性发明 就是辞职代办服务 可能有人会说辞职很容易 不就一句话的事情而已嘛 但在现实生活中事情往往不是那么简单 就以日本为例 虽然根据法律 员工只要提前两周 通过口头或者书面提出申请 就算公司不同意也可以离职 然而在大部分情况下 员工都会提前一个半到两个月提出申请 之后除了跟公司内部的人打招呼 交接手头上的工作 对外的话也要通知负责的客户 到了正式离职当天 就要把公司的财产 比如员工账、制服和文具等等归还 最麻烦的是明明恨不得马上走人 还要在那边装依依不舍跟同事道别 说什么有空约约出来吃饭之类的废话 只是这情况不只是日本 我想大部分国家也都是这个样子 如果遇上老板或者上司情绪勒索 而你自己本身又比较容易心软的话 那就更加难走了 比如PTT上就曾经有网民发文求救 讲书因为入职没多久 就发现工作内容跟自己的期望有很大落差 所以工作了一个月他就提出离职 当时主管还挽留他说要不再坚持一会儿 等过了三个月的试用期之后再说 可是当他等到三个月后试用期过了再提出离职 经理却辩骂他说试用期都过了才走是纯性耍人 一边要情绪勒索说公司缺人难道就不能帮个忙 最后敬礼给这位网民画大饼 让他至少再撑三个月到时候一定欠他辞呈 三年之后又三年 三年之后又三年 十年都来跟头了老板 类似的经历我想发生过在不少人 特别是刚出来社会的新线人的身上 于是日本就有人看到了商机 趁机推出了辞职待办服务 其实这种服务早在2018年就已经有了 不过是直到最近才开始活起来 目前日本至少有15家提供辞职待办服务的公司 当中比较有名的有MOMURI 还有YAMETARA ENEN 翻译过来就是蹭不住了和辞职就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两家来做例子吧 先来看看价格的部分 如果你是正式员工的话 用蹭不住了待办辞职是两万两千日元 以现在的汇率来算大概是四千五星台币或者一千一港币 兼职就便宜一点了 只要一万二 如果一年内你或者你朋友又撑不住想辞职 撑不住了还能给你打个五折 至于辞职就好了的话 正式员工也是两万二日元 不过兼职就更便宜一点 只要九千八 另外辞职就好了 还有分外包和公务员 价格分别是三万三和四千四日元 而回头科方面虽然辞职就好了 的折扣没那么高 不过他们呢是永久通用 你或者你朋友这辈子还想辞职的话 就只要一万五千四百日元 比较特别的是 撑不住了 还有百分百辞职保障 如果不能顺利离职的话 他们会全额退费 到了服务方面 大家都大同小异了 基本上就是帮你跟公司表达辞职的意愿 然后就是离职的一些手续和文件 代办都会帮你跟公司沟通和处理 另外他们也会提供法律咨询 心理辅导 还有在就业支援服务 当然会用辞职代办的 大部分都是对公司有很多不满 却又不敢说的人 不过辞职代办呢 并不会跑到公司 然后找到你的老板或者上司 替你出这口气 只是通过电话帮你提出辞职而已 私退职代行サービス 辞めたら永年の内藤と申します 記者社員の 退职通知の件で ご連絡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 有給休暇消化後 10日の後ですね 退职希望の旨 お伝え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 会社のスペアキーと セキュリティカードについては ご自身のデスクに 保管されていらっしゃるということで ご本人様への 直接の連絡を控える旨 ご協力をお願いできればと思います 本日以降出勤するのが 難しいとおっしゃっております 退职日なんですけれども ご本人様 有給を全て使用して 最短での退职を 希望されておりまして 有給残日数が 31日あるはずと おっしゃっておりましたが 有給残日数を 確認していただくことは 可能でしょうか チーム内での 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が うまくできず 仕事上の日数も増え 心身ともに 不調になることが 多くなり そういった旨を会社の方に お伺いすることが厚かったので 代行をお願いしました というところで ご連絡を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した 大家可能会好奇了 就算只要在2週前提出 就可以合法離職 那工作的交界 就不用管了吗 其实交界这种事情呢 没有人说 一定要手把手 只要把交界的事項 用文字 写成清单 或者报告 提前放在座子 或者又寄给公司就行 至于找不找得到 借手的新人 或者同事 那就是公司的事情了 不过 虽然直直待办 完全合法 但不少上司老板 最初受到电话的时候 也难免会因为愤怒 或者觉得不被尊重 而口出恶言 这次我会的 Au公司 不在看 就选择 capa 跟着大公サービス 又拒絶 掃牌 在家地面 大家 I得 很开心 I得 I得 原人 I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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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老板和上司口口声声说 要辞职就好好的辞 但现实是很多员工在辞职的时候都遇到了阻碍 根据撑不住了还有辞职就好了的分享 他们不少用家都是因为在职场上 受到上司或者老板的霸凌才忙生离职的念头 比如被迫长时间无偿加班 动不动就会骂人人身攻击甚至出手打人 也正因为长期被打压的关系导致他们想辞职又不敢说 即使鼓起勇气说出口了 上集往往也会用各种借口拒绝 比如直接当没听见 跟你说现在缺人手在找到下一任借手前不能辞职 威胁要扣你薪水和赔钱 又或者恐吓要跟下一家公司说你的坏话等等 有人试过跪在地上求公司给他辞职也被拒绝 最后他们才不得已要找离职代办来帮忙 当然不是每个案例都那么悲壮的 有人就真的只是想辞职又懒得说出口 也有人在放长假的时候因为跟家人朋友聊天 然后突然有所感悟觉得人生苦短想要换个环境 所以今年五月日本黄金做过后也特别多人使用了辞职代办 而日本网民普遍都认为这种新兴服务非常有创意 辞职就好了的员工要辞职的时候会不会拜托唱不出啦呢 也来成立一家叫拜托别走的挽留代办公司吧 真的被职场霸领到想死的话用辞职代办没毛病 这公司太优秀了我就被职场霸领到生病要看精神科 像这种公司应该拯救了很多人 辞职代办的回头科又会错中了我的笑点 要想想为什么会有这种需求 我们不能被过去的想法束缚 现在的招聘广告太多都名过欲识了 丢脸的是那些搞到员工连辞职都不敢 要拜托辞职代办的公司吧 大家又怎么看待辞职代办这种服务 如果在台湾或者香港开店的话 又会不会有市场呢 好了我是沙基 我们下次见 拜